新闻的主要内容 芝加哥官员发出旅行警告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芝加哥官员发出旅行警告 以应对新冠病毒变体Delta在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蔓延 当局说 由于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的新冠病例增加 芝加哥官员周二发出了旅行警告 这是该州数周以来第一次发布旅行警告 周二的公告意味着任何来自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的 未接种疫苗的人被建议在抵达芝加哥前72小时内 获得新冠病毒阴性检测结果 否则他们必须在抵达后隔离10天 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最近的冠状病毒病例增加到每天每10万居民15例以上 该市公共卫生部敦促在旅行时接种疫苗并遵守所有口罩准则 阿肯色州上周报告说只有不到35%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感染率随着Delta变体的迅速传播而恶化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周报告说 这种高度传播的变体现在是美国冠状病毒的主导毒株 截止7月3号 既有数据可查的最新日期 Delta变体驿站该国进行基因测序的新冠病例的51.7% IC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土安全部正在为被拘留的移民注射强生公司的疫苗 作为在移民和海关执法机构为新冠病毒扩大疫苗接种规模的一部分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表示 国土安全部收到了最初分配的1万剂疫苗 全国范围内的分配正在进行 这些计疫苗将以滚动方式补充 ICE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部门仍然致力于以公共卫生为指导 以证据为基础的疫苗教育方法 以确保在我们的照顾和监护下的人 能够在这个全球大流行中做出明确的选择 截至7月9号 有超过2760名移民被ICE拘留 在整个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ICE的拘留设施 一直在与越来越多的阳性病例作斗争 总共有超过19879个确诊病例和9人死亡 这个问题在上个月引起了新的关注 三位举报人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 为ICE拘留的移民接种疫苗 杰夫·贝索斯的火箭公司蓝色起源宣布了其第一位付费客户 这位18岁的客户也将成为最年轻的太空旅行者 荷兰少年奥利菲戴门将与亚马逊创始人 他的兄弟马克贝索斯和飞行员沃利芬克一起 于7月20号乘坐New Sharper Rocket进入太空 当戴门成为最年轻的宇航员时 82岁的芬克也将成为最年长的宇航员 联邦航空管理局周一批准了这次发射 在蓝色起源拍卖会上 最初的2800万美元匿名席位得主 由于日程安排上的冲突 选择了后面的任务 才让戴门有机会获得这个位置 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周四表示 加拿大从8月中旬开始 可以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进入加拿大 进行非必要的旅行 并且应该能够在9月初开始欢迎 来自所有国家的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 特鲁多与加拿大各省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 他指出 如果加拿大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和公共卫生状况 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下去 边境就可以开放 特鲁多指出 加拿大的疫苗接种率领先于G20国家 大约80%的合格加拿大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超过50%的合格加拿大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他说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 全国的病例数和严重疾病继续下降 在大流行病的早期 美国和加拿大关闭了超过5500英里的边境 禁止非必要的交通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感染率的下降 一些人对两国政府没有制定完全重新开放边境的详细计划 而感到恼火 加拿大本月早些时候开始放宽限制 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或永久合法居民返回加拿大 而无需隔离 但其中的要求是在回国前获得新冠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 并在回国后再进行一次测试 美国旅游协会估计 边境关闭的每个月都要花费15亿美元 加拿大官员说 2019年加拿大约有2200万外国游客 其中约1500万来自美国 以上是这次北美新闻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